這到底是什麼蠢遊戲 原來是這樣子玩 結果居然是用滑鼠用丟的 那我知道怎麼玩了 一星 沒半星 這就是一個甩人的遊戲嗎 最好貨櫃飛得這麼遠 我覺得後面還比較簡單 後面隨便丟好像都三星 這沒有喔 就有三星 這遊戲不知道有幾關 有了有了 他媽的 這瓦斯桶超難丟 他肌部太穩了 所以要三星不太容易 這要加重那個滑鼠力道 三角追 簡單 他媽的這個 底部的磚塊太多了 只要從底部摧毀才行 啊沒有 你是怎麼飛的啊 有了有了有了 這看起來就是 勞不可破的鋼鐵城堡 看吧 想想看這要怎麼撞 用鐵頭弓撞 鐵頭弓 那壓死人 喔有了有了 靠北十根油管 我要先去蓄力一下 滾 留了三個在底下 蓄力是有效的 沒有沒有沒有 蓄力是有效的 其實這物理效果都差不多嘛 好像也沒有什麼重量的限制 基本上只要把那個 底盤給彈出去以後 很容易就達到三星了 這個應該是沒有了 欸這樣也有三星 三個底盤都在耶 你卡垃圾袋了 幹什麼你卡垃圾袋了 垃圾袋卡韓 滾 喔幹韓國瑜立大功了 阿這次怎麼撞得那麼爛 阿不是都同樣的垃圾袋嗎 難道重量不一樣 我這次要把垃圾袋全部撞出去以後 才能三星跟剛剛不太一樣 我這次應該有 喔 媽的留三個在 留三個在場上 這樣就沒有了 喔全出去 全出去 欸這次很難撞欸 欸我剛剛已經三星了欸 噁心 噁心不行 力道不太夠了 欸可以了可以了 欸我搞不懂他怎麼判定的欸 剛剛留了兩個在場上 居然還是有三星 欸這邊final stage了喔 那這邊過完不就遊戲結束了嗎 韓國瑜你死了真慘 鐵頭弓 欸有了 You win 什麼東東阿 還真的這樣就沒有了 那這是一款Steam上的免費小份game 你就操縱著這個不可信的光頭 我們不要說他是誰好了 然後用他的鐵頭弓去把那個物品給撞出去 整體來說沒什麼難度啦 然後 只是個小遊戲而已 遊戲性也不高 然後遊戲時場也不高 嗯 就這樣啦 也沒有什麼評語的 畢竟是個小遊戲又是免費的遊戲 沒成就沒卡 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了 那我們就錄到這裡結束了 謝謝大家 下次再找其他遊戲來玩 掰掰囉